第2937集 魔头面色一变正于怒吼 可周琼却是开口道 不是他 别忘了 天星阁那边也发出了夜晨重伤的消息 说明这小子之前是真的重伤 等等 周琼眼眸一颤 脑海之中涌出了一个令其惊骇无比的念头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夜晨道 难道是天星阁 天星阁在帮你传递假消息 夜晨玩味地看着周琼 微笑道 谁说是假消息 我方才的确重伤了 可没有人规定重伤就不能恢复不是吗 他为了引诱几人上钩 确实让自己陷入了重伤状态 但借助了黄泉水和八卦天丹术后 这点伤很快便恢复了 下一刻夜晨手中多出了一柄长剑 一道星河在长剑之上凝聚 剑光一闪 那座困服了夜晨许久的魔阵 竟是在其一剑之下便轰然破碎 上古魔头雷锋 以及周无目都是面色狂变 惊恶地无法呼吸了 这魔阵的威力他们都感受得很清楚 一般始原境存在都无法如此轻易地将之破灭吧 可夜晨呢 一剑仅仅是一剑轻描淡写的一剑 便将这魔阵彻底化为了虚无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夜晨的实力和之前的消息有出入 至少始原境七层天了 二十多岁五天七层天的舞者 拥有始原境七层天的实力 这听起来匪夷所思 简直就像是个笑话 可却真真切切地 发生在了他们的眼前啊 原本夜晨在九幽圣王一记之中 活了下来 对于周穷与雷罗煞而言 就像是一个噩梦 一个让人不敢相信匪夷所思的噩梦一般 可现在看来 现实就比这噩梦还要更加恐怖 此刻最恐惧的 反而是方才无比残忍暴虐的上古魔头 他现在总算意识到了 自己在夜晨面前就仿佛一个小丑啊 还折磨 还万倍偿还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夜晨的控制之下呀 他不过是夜晨复仇的一颗棋子罢了 下一刻 那魔头突然狂吼一声 周身魔气一盛 便要朝着魔窟之外闪动而去 面对此刻展现出了惊悚实力的夜晨 他已经彻底没有了抵抗的想法 夜晨眼中寒光一闪 淡淡道 你刚才不是还没尽兴吗 现在怎么要走了 话音一落 一道星河骤然一起 如同惊天神雷一般 瞬间降临在上古魔头的身前 魂技施展起了无声无息 速度超绝 远非五技可以比拟 而星魂斩是魂武相容之际 也拥有了魂技的部分特点 其速度极快 那魔头健壮面色狂变 他才刚刚苏醒 可不想就这么死了 其浑身血光瞬间暴闪 肌肉有些干瘪了下去 似乎在燃烧精血 下一刻一道血红魔影 出现在了其身后 那魔影之中散发出的惊悚魔气 即便是雷锋这样的 魔族血脉的继承者 都是不由得心中一颤 那魔影一出现 便是一拳朝着那星河轰去 这一拳尚未真正落下 无尽磨威便已经席卷大地 这藏魔窟竟是瞬间坍塌 化为了废墟 周无目和雷锋 眼中瞬间浮现了无比忌惮之色 这魔头的实力 还在他们的预估之上 换作是他们 都没有把握能够接下来这恐怖一拳 而周穷雷罗刹以及主佬 则是面线喜色 若是上古魔头这一拳 能够挡下夜晨的剑光 那么也许 他们与夜晨还有一战之力 可下一刻 整个天地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那恐怖魔影 在星魂展的剑光面前 竟是连一个呼吸的时间 都没有支撑到 便砰的一声 化作了虚无 璀璨的剑光 毫无阻碍地落在了上古魔头的身躯之上 扑刺一声轻响 传入了众人的耳中 那是鲜血喷涌的声音 无数剑痕 瞬间出现在了上古魔头的身躯之上 那颗头瞬间化为了无数血肉碎块 分解 这上古魔头竟然就这么死了 而且连神魂也已经彻底泯灭了 无尽的寒意笼罩了其余几人 那面带微笑的青年 此刻看起来仿佛是地狱而来的死神 周穷与雷罗刹都是面现绝望之色 甚至连看都不敢看叶辰一眼 他们后悔 无比的后悔 就不应该起任何 想要再次见到叶辰的心思 现在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 远离叶辰 即便一辈子都要躲藏在暗无天日之处 再也见不到阳光 也无所谓 只要不再和叶辰见面就够了 叶辰已经成为了他们终生的阴影 周穷与雷罗刹同时惊恐地急声道 快走 快带我离开这里 叶辰目光寒光一闪 就要再次出剑 他可不会放走这两个生死大仇 可就在此时 他突然微微一愣 手中的剑也凝制在了半空之中 周无目与雷锋 此刻面无表情竟是同时一抬手 朝着周穷与雷罗刹伸出绝强的灵力 涌入了他们的身体之中 刹那间 周穷与雷罗刹浑身力量竟是被完全封印 身躯一软 跪倒在叶辰面前 两人都是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的救兵 一时间大脑有些混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要做什么 朱老健壮哈哈大笑起来道 周穷雷罗刹 你们以为就只有我被当作了炮灰 在真正的生死面前 你们两个也同样是炮灰罢了 难道你们真的会纯到认为 周家与万军幽谷会为了你们 拼上一切与叶辰这样的妖孽为敌吗 一时间 周穷与雷罗刹心神近乎崩溃 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 也无法承受被人背叛的痛苦 这种感觉比死还要难受一万倍 周无目与雷锋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看着叶辰 突然 两人竟是同时跪在了叶辰面前 周无目面线极为恭敬之色 开口道 抱歉 叶公子 我周家出了这么个狗种 冒犯了您 这狗种该死 死有余辜 现在任凭叶公子处置 请叶公子不要迁怒到周家 雷锋意识到 我万军幽谷同样如此认为 雷罗刹得罪了您 应该千见万寡 请叶公子不要迁怒我阴雷不足 往后我向叶公子承诺 您就是我万军幽谷的贵客 有用得着我万军幽谷的地方 只需要您一句话 说吧 两人对视一眼 同时将一枚储物袋放在了地上 叶辰目光一闪 手一挥将那两枚储物袋射入了手中 神念一扫 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这周家和万军幽谷看来是早就做好了最坏打算 竟然已经准备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疗伤丹药等物 这个数量的宝物 对于周家与阴雷不足的底蕴而言 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 可以说 是这两家的近半家财 他们倒是舍得 叶辰收下了这两枚储物袋 沉默着 而周无目与雷锋的面色 一时紧张了起来 见识了叶辰一箭秒杀那上古大魔之后 这两名始源七层天的强者 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叶辰交手的想法 他们现在想的 只有祈求叶辰的人词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背后的势力 这时 叶辰缓缓开口道 放过周家 以及万军幽谷阴雷不足 可以 他原本就没有想要对周家 和万军幽谷做些什么 周无目与雷锋瞬间大喜 虽然周琼和雷罗刹 是他们各自势力之中的天才 是未来崛起的希望 但说到底 只不过是一个小辈罢了 天才 再生 再培养就是了 舞者的世界 就是现实到了这个地步 连亲情 在真正的利益面前 也是不知一提的 周无目与雷锋 同时冲着叶辰失礼道 既然如此 老朽就先行告退了 往后叶公子 若是有用得上周家的地方 尽管开口 雷某也该回去了 因雷不足 同样任凭叶公子拆迁 他们的眼中 都是闪烁着喜色 劫后余生的喜色 一转身 就要离开这片废墟 对于周琼与雷罗刹 这两个后人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 都已经是个死人了 关心他们干嘛 可就在这时 叶辰雪突然开口道 我让你们走了吗 周目与雷锋 面色一僵 有些不解地 转过身来道 叶公子刚才不是说 愿意放过周家 与万军幽谷 阴雷不足吗 叶辰看着他们 笑容逐渐冰冷起来道 嗯 可是我没说 要放过你们不是吗 这 两人瞬间惊慌了起来 叶辰这是什么意思 叶辰一步一步 朝着两人走来 冷冷道 若是我没记错 方才你们对我出手了吧 周目浑身 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连忙解释道 叶公子 这是误会 我等是受到 那两个杂种的蛊惑 所以这才 叶辰面无表情地道 我问你理由了吗 看着那宛若杀神一般的青年 一时间 这两名叱咤风云 平日里都是无比尊贵 威严的强者 竟是同时猴头一睹 连话都不敢说了 此刻的叶辰 仿佛是主宰天地的帝王一般 无尽地霸道 对我出手 便是万死之罪 周家与阴雷不足 我可以放过 你们的命 留下 我来说 什么事? 感谢观看